仅仅是天天求进步 一门深入 法门无量试愿学 这一句话没错 但必须先要烦恼无尽试愿断 修行它有次第 先断烦恼再学法门 那么我们一门深入 尝试先修 用意在那里断烦恼 烦恼统统断尽了 你开悟了 开悟是什么样子 无论什么经教摆在眼前 都是奇异自见 我不但能看得懂 我还看得有深度 这就叫开悟了 悟有小悟 有大悟 有车悟 就是大车大悟 大车大悟 那再坚信 那就是一切经教全通了 无论哪个经教 你看 或者别人念经你听 没有一句不懂 没有一句不懂 而且里面的意思 无量无便 无有穷尽 所以这个层次要知道 我们今天 读经 是烦恼无尽 是愿断 用这个方法 来断烦恼 不是开智慧 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我们再求智慧 这才行 光修多文 到极乐世界去 在我们现前 咱们就修定 激功累的 先求净土 在地下室 否则所修呢 都是邪知邪见 犯而坏事 祖师说的话 一点都不错 烦恼不断 要专修一门 烦恼断了 才能光修多文 往往看到一个人 用心修学 未出名时 人还很谦虚 这一出名之后啊 就更高谋慢 瞧不起人 因为他学的东西 太多了 不学多文 学得越多 烦恼越重 到后来一丝无尘 范尔尔 张艾勒万森 是 帮助 清空 不是 是 都 相对 涵到 都 有 根